新北市長侯友宜 與小朋友們拿起鏟子 合力開挖 確定松軟泥土後 再拿起水頭往中間灑水 新北市府推動都市造領計畫 22號上午來到板橋的 文盛國校與國小學童們 種下40株孝南 和700株的遠山台灣拜河 要共同為環境永續盡一份行力 一起升登新北市 不只讓餐與學童 從小學習 直出對環境的重要性 也讓鏟林永續觀念向下紮根 希望到2030年推動100所學校 以每年指數4萬株僑木為目標 同時號召民間團體共同相應 新北市在推動鏟林永續 特別結合我們的ESG 在森林覆蓋力裡面 已經達到76% 可以講是在6度第一年 新北市府長期推動計畫型指數 與民間團體 學校和企業密切合作 希望創造永續環境珍惜大自然 記者中天祥 王志文 杜宇軒 新北市報導 將士不不迫 變成長 経路 要在10月 在0月 到20月 到20月